这是一个很难让人觉得自己其实已经出了国的国家 随处可见的中式建筑和熟悉的黄皮肤黑眼睛 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还能随时变书客家话和粤语 很多地方都标着中文 总让人觉得这只是国内比较国际化的都市 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详细了解了解 马来西亚仅称大马 国土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 分为两个部分 马来半岛南部被称为西马 加利曼丹岛北部被称为东马 人口约3300万 其中四分之一是华人 因此在马来西亚能够见到不少的中式建筑 华人的祠堂 打院等古香古色 弥漫着浓郁的中国气息 马来由世界上最优秀的中文报纸 是当年孙中山与当地华人联合创办的光华日报 曾经也是马来西亚人了解国内实施的重要渠道 虽然马来西亚的面积不大 但国内却有一千多座华文小学 几百座华文中学和一座华文大学 这也是东南亚唯一一所以华文教学的大学 马来西亚也是除中国外 唯一一个有完整的中文教学体系的国家 马来西亚人均GDP约1.09万美元 算是发展的不错的一个国家 毕竟是藏将的亚洲四小龙嘛 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济体系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创造了总GDP的70% 东南亚盛产华人富豪 马来西亚国内80%的税都是华人交的 而相当于一部分马来人的工资 连交税资格都没有 尽管华人贡献十分巨大 但马来人排华的心理是很重的 虽然华人对马来西亚的建设付出了很多 但马来西亚并没有给华人公正的待遇 马来西亚近些年一直大力推行民族语言马来语 规定华文学校得不到政府津贴 是的 许多华文学校面临破产危机 华人是民族情感很重的 从当地建筑 风格 语言习俗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华文化早已在华人群体里根深蒂固 所以绝大部分华人仍然让子女去华文学校学习 甚至不少马来人也是如此 不过马来西亚政府还增加了新的规定 不允许华文中学的毕业生进入工历大学 哪怕中文成绩再好也不行 许多家长负担不起私立大学的昂贵费用 只能带着孩子转校 华文中学也从原来的几百所变成了如今的61所 但执拗而骄傲的华人家长 还是会选择支付昂贵的费用 去私立的大学继续学习 你可能不知道 建立华文学校的钱 除了来自华人富商的捐赠 还有不少是来自广大工薪积极华人的给资 在住房方面 马来西亚和金加坡一样 有为穷人打造的廉价房 但卖给华人和马来西亚又不是一个价了 政府宣称 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而不是李光耀所主张的 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虽然只有二字之差 但内涵大有不同 这也是新马分家的一个原因之一 马来西亚华人带中国人特别友好 如果中国游客在那看不懂马来语迷了路 他们会主动慢慢翻译 甚至一路护送你过去 哪怕又为此多跑一趟地铁 他们不喜欢被称作马来人 一直没有很好的融入当地族群 这里的民族问题夸张的说 更像是种族矛盾 留在马来西亚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 或是回不去 或是没必要回去而已 毕竟已经创下了一番宏大事业 和勤奋的华人不同 马来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之所以马来西亚的华人有钱 还不是因为他们勤劳能干 相比之下 马来人就懒散得多 工作时分没干劲 朝九晚六 倒点下班走人 绝对不会加班 一有钱就拿去潇洒 对生殖加薪好像完全没兴趣 赚不到钱 就更存不到钱 所以马来人的薪资水平一直不打利 哪让不是和我们比 他们拿着五六千人民币就新满一族了 只有10%的马来人需要交税 马来西亚公厕的卫生条件一般 地上总是湿漏漏的 因为他们和印度人一样 不用纸巾 能用水管加左手 当地华人是用不明白这东西 马来人是左手为不洁 因此握手一定是用右手 平常用手抓饭吃也是 不过吃西餐的时候 还是能看到左右手并用的样子 马来西亚的物价水平比中国略低一点 一升汽油差不多三四块人民币 两只一斤重的大螃蟹只要12块钱 一斤的新鲜面包只要7块 隔壁新加坡人一有块 就会开车到马来西亚采购一番 也有许多马来西亚人 选择生活在马来西亚 工作在新加坡 拿着比马来西亚高三到六倍的工资 在马来西亚可以过得不知道有多舒服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你愿意去马来西亚创单一般吗 好了 本期水平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有你发财的笑声赶来点赞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